养父母需放下期待 被领养的孩子 别批判自己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 出生前计划 以及灵魂如何做选择 特别是与领养相关的部分 几乎所有被领养的孩子 在出生前就知道 会有这件事了 灵魂会这么做的原因之一 是希望能够平衡自己 在过去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经历 他都希望能够体验到 事情的正反两面 但这并非是惩罚 而且灵魂也并非是因为 受到指示才这么做 一旦灵魂曾经伤害过其他人 内心就会有深深的愧疚感 所以他想要释放 并超越这样的感觉 同时也想平衡这段因果 另外一个原因是 有时候 这个被领养的孩子的灵魂意识程度非常高 而且他想要和养父母团聚在一起 而这对养父母无法生育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但是从被领养的孩子的角度来看 他想和养父母在一起 是因为认识他们的灵魂 意识程度较高的灵魂知道 这么做也能让原生父母有所学习 而这些意识程度较高的灵魂 也比较不会把原生父母的罪恶感 与哀伤当作是自己的 所以成为领养子女的过程 也会比较顺利 与养父母家庭之间的关系 也会更亲密 我刚刚提到的两种状况都是极端 一种是带着愧疚的重担 比较没有觉知到自己的神性 却还是勇敢选择去经历这个过程 另一种意识程度较高的灵魂 经历起来会比较轻松一些 而在两者中间的状况则是 灵魂知道自己有严重的自我价值问题 在早期就被迫离开父母的孩子 通常都会出现自我价值的问题 因为想要解决 灵魂便选择去经历成为养子的情感挑战 借此学习不批判自己 更加独立 大部分被收养的孩子都是在这个中间位置 他们必须经历辛苦的内在挣扎才能达成目的 如果他们做到了 他们的灵魂将能得到非常大的疗愈 就另一方面来看 养父母也获得很大的疗愈 约书亚如是说道 许多养父母要面对的课题就是 放下期待 他们都很想要孩子 却必须放下内心的这份渴望 他们大多数学习释放自己的控制欲 打开心房接受以其他方式到来的新事物 通常联养的孩子会带给他们许多惊喜 养父母必须放下心中对自己想要的孩子的想象 他们的挑战就是要能真正接受这个孩子的灵魂 而这就是这个孩子带给他们的礼物 疗愈 原谅原生父母之前先接受自己的愤怒 现在我想谈谈被送养的孩子该如何处理 因而产生的情绪问题 约书亚继续说道 几乎所有被送养的孩子都会在心中对原生父母产生强烈的愤怒 他们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送养 也想知道原生父母到底是怎么做出这样的决定 重要的是要接受这份愤怒 当我们在帮助这些孩子时 教他们接受 这样他们才能够完整地去感受心中的愤怒 鼓励他们大哭怒吼 或者把所有的怒气都写成一封信 不需要寄出只当作是一种自我感情的发泄 在他们获得平静而能原谅原生父母之前 他们必须允许愤怒的存在 给予发泄的管道 并且了解他的真相 一定要发自内心感觉到释怀才行 这里要做的是展现出内在的孩子 也就是自己真正的情绪 透过身体来发泄也很有帮助 你可以借由跺脚或者垂打枕头 来感受愤怒的能量在你体内流动 重点是不要害怕愤怒的感觉 信任身体的智慧 情绪会在身体内部形成压力 急需释放的出口 愤怒是很真实的 忽视它并无济于事 你愈是忽略它 它愈会增长 而当你想要压抑愤怒 它就会寻找其他出口 后果远比大声哭吼 更有毁灭性 所以 这感觉内心因过去种种 而生起的愤怒是件好事 总好过你借由吸毒酗酒 或钻牛角尖的想法来逃避它 疗愈的第一步就是 针对愤怒的本质来处理 愤怒不过是一股流动的能量 千万不要害怕愤怒的力量 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背后其实隐藏着深沉的哀伤 你会很想为了自己在幼时 就遭到父母亲背叛 便被抛弃而放声大哭 这时 就让眼泪尽情奔流吧 勿须克制 突然间 你也会发现 你开始为亲生父母感到难过 你感觉得到 那深沉的罪恶感和痛苦 这时 你与他们再次结合为一体 起初 你只是为自己而哭 但到了这个阶段 你发现 你也为亲生父母而哭 为了他们所失去的而哭 最初的愤怒 到了这个阶段就不见了 你发现 自己其实并不气他们 而是同情他们 因为这份同情太过深重 让你认为 他们会这么痛苦 都是因为你的关系 因而产生罪恶感 这就是 你在孩童时期的想法 我给他们惹了麻烦 这就是 孩子最基本的想法 下一步 就是深入探索这个想法 发现 原来 你是在为父母亲悲伤 因为你吸收了他们的情绪 所以感同身受 深入你的内心 去看清那份深藏的罪恶感 像是 我不够好 他们会把我送走 一定是有原因 我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孩子 这些想法 都需要你去正视 当你这么做之后 他就会消散 当你经历过 为他们感到悲伤的阶段 这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意识中 你已经准备好 要疗愈自己了 释放愤怒 用同情与理解 来照亮心中的哀伤 及对自我的批判 疗愈 就会到来 你的灵魂选择了这样的经历 好让你能去处理 自我价值的问题 也让你的亲生父母 去面对他们自己的问题 你是个如此美好的存在 完整 而又值得人爱 当你这么做 你就穿越了时间 回到过去 疗愈了那个孩子 当你达到疗愈时 你就会进行 灵魂到此 所要做的工作了 你疗愈了自己 最深重的伤 因此将光 带给这个世界 及其他人 即便已经到了 这样的程度 你会发现 完全的疗愈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自我的批判 自我价值感低落 这些问题 因为在心中太过深刻 还是需要你反复进行上述的疗愈动作 才能完全消除灵魂中的负面能量 过程中 记得要不断提醒自己 你是光 你是神圣的存在 这样的经历 完全伤不了真正的你 你依然完整无缺 如果你没有受过这样的伤 然后深入内心 对自己进行疗愈 你对世界的影响 就不会这么大 潘米拉的通灵解读 约书亚对我们说了这么多 领养所蕴藏的挑战 现在让我们用更个人的方式 来看看卡罗的经历 以下是潘米拉的解读 潘米拉描述了卡罗与他亲生父母 在一起的某次前世 在那一世 珍妮是卡罗的女儿 而皮耶是卡罗的父亲 当时皮耶是位渔夫 所以他和卡罗 女婿和珍妮同住了多年 由于寂寞 皮耶非常渴望卡罗的关注 但也对他非常吹毛求刺 最后 卡罗和丈夫受不了皮耶 请他离开 几年后 将死的皮耶告诉卡罗 住在他家里的那几年 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他补充道 你身上有种爱与纯真的特质 让我很嫉妒 我也很想要像你那样 才会对你百般挑剔 潘米拉解释 在眼下这一世 卡罗将身为脆弱小婴儿的自己 交给皮耶 这对他的灵性成长 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让我惊讶的是 潘米拉直接转述了一段 皮耶的灵魂 对卡罗说的话 你直接面对了 我最黑暗的一面 你用最温柔 最慈爱的方式 化成一个脆弱的小婴儿 进入我的人生 你是我最珍贵的天使 在同一段前世中 卡罗与女儿珍妮的关系 非常紧张 冲突不断 有一天 珍妮决定 跟一个卡罗 不同意的男人在一起 卡罗拒绝提供经济支援 珍妮只得过着 非常困苦的生活 那一世里 珍妮死得比卡罗早 他们的关系 也始终没有得到修复 约书亚又回来和我们说话了 卡罗 你是个美丽的存在 但是你的心 在某种程度上 却刻意回避了自己的美 完整性和善良 你不够欣赏自己 你带着自己的计划 降生在这世上 希望自己完成一些目标 放下自我批判 不让自己受到权威的左右 完完全全地信任自己 并且看见 所有自我呈现中的美好 尽管有时 这些表现并不符合 外在世界的标准 你想要感受生命之美 从自己身上绽放 在这一世之前的前世 你是个在战争前线的护士 当时的你是个年轻女性 而你认为 最重要的工作和责任 就是你的病人 所以你尽一切所能帮助他们 几乎可以说是牺牲自己 也在所不惜 你也总是听从上级的命令 因为你觉得 他们懂得比你多 特别是其中一位医生 他对于处理病人 很有自己的看法 你并没有他的医学知识背景 但是日复一日 与病人亲身接触 对病人的病痛 你有自己的实战经验和知识 也很了解他们在精神上的痛苦 所以有时 你并不同意那位医生的做法 但是你又不敢挺身而出 为自己说话 和他的权威对抗 这让你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这位医生叫你要专业一点 跟病人保持距离 你却很想坐在他们身旁 在他们离开人事前陪伴他们 你就像个天使 充满了慈悲 最后这位医生 威胁要把你送走或开除你 所以你乖乖听话 压抑自己女性情感的一面 那一世的你死后 你很遗憾 自己没有违抗那位医生的命令 按照自己的想法走 你的内在有一股男性的能量牵制着你 用权威的声音发言 告诉你要达成目标 要有野心 要去做一切你能够做到的事 有野心并不是坏事 只要这份野心是受到你的心所启发 如果要跟随这份野心 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 并充满灵感 那就没有问题 如果要跟随这份野心 但是 在你个人的历史中 你总是会因为 内心那个权威声音 告诉你说你不够好 所以你必须乖乖听从指令 而压抑自己的快乐和灵感 所以这一时 你的灵魂想要发自内心的付出 完整地呈现内心真正的自己 你想要对这个世界 绽放自己灵魂的光 但是你知道你必须先解决自己内在对此的不安全感 你经历到的脑伤的确是出生前计划中的安排 而且是为了要帮助你更认识自己 无条件地 无条件地接受自己与生俱来的慈悲和善良本性 如果你因为脑伤带来的限制 而感到难过 请记住 你是一个透过自身的善良 理解和慈悲 送光来人世的天使 这些特质 就是你真正的力量所在 如果你因为大脑 无法按照你的意思 来运作而愤怒 记住 这背后有其目的 我们可以说 脑部受伤造成的限制 开出了一条路 让你专注在自己新的特质上 终有一天 你会看见 脑伤及其后遗症 开启了你人生的另一个面向 你会看见 因为受伤所带来的所有美好事物 现在我想来谈谈 你被送养这件事 你不确定 这是不是自己的计划 也想知道 这么做的目的何在 比较大的目的是 培养出你的自我尊重 出生时 父母亲是孩子 首先遇见的权威 也是孩子 紧紧攀附地依靠对象 所以 当孩子必须和父母分离时 孩子会感觉到被拒绝 甚至是罪恶感 对你来说 很重要的 就是去找出你内心那块 依然觉得自己让父母失望 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的地方 这就是你的灵魂想要的经历 你想要体验 被人拒绝 被人送走的感觉 你想要超越这种感觉 你想要充分确认自己的价值 欣赏自己的好处 而且不依靠任何人的评价 完全只是由自己这么做 你一直受到权威的拒绝 所以你在这世一开头 就将之强化 让亲生父母将你送给别人养 你的父母亲并不是有意识要拒绝你 只是还提示的你这么感觉而已 你因为被送养 而非常没有安全感 觉得自己被人抛弃 非常孤单 你选择经历这些 因为想从中学习 其实你从来都不是孤单一个人 你身边总是围绕着各种疗愈能量 每当你跌倒 一定会有人接住你 你还处于复原的状态 但是做得很好 这一世的你 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 你付出了爱 也接受他人的爱 这就是你的伤口 已经渐渐痊愈最好的证明 你这一世的目标 就是培养对自己的爱 对自己的尊重 并且不依赖自己以外的人事物 这就是你真正的任务 不要摆出 我一定要做到最好的态度 这么想会低估了你真正的力量 反而要期待你人生中 新的一夜的展开 要知道 因为你的心所拥有的特质 你会触碰到其他人的心 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 贫穷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人 在经济困境或贫穷之中苦苦挣扎 当然 有部分原因是我们自己创造出了匮乏的念头 也忘了真正的自己 其实是能力高强的创造者 可是 我们要怎么解释 有成千上万的人 降生在极度匮乏的环境之中 既然我们的灵魂 能够选择诞生的时间 地点和状况 为什么会有人 刻意要投胎到贫穷的生活中呢 罗南杜 生长在尼加拉瓜 一个赤品的家庭中 现在的他已经63岁 官居且膝下无子 现居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生活比年轻时富裕多了 为什么他会计划让自己 在成长期 经历这样穷困的生活呢 他大可选择 投胎到中产阶级家庭 甚至是富有人家 或者更富裕的国家 罗南杜 希望这个选择 让他达成什么样的 灵性成长呢 人穷 心不穷 罗南杜的故事 我出生在尼加拉瓜的一个咖啡农场里 我这一生都是个科学家 1997年 我在麻州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主修昆虫学 专长是以生物学的方式来控制植物的病虫害 我从小就对这方面很有兴趣 因为我在农场长大 而我父亲是农夫 有天我父亲带我去看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在居住的小茅屋前 有一小块地 全家人都靠这块地上种植的豆子来糊口 当时我父亲问他朋友 豆子的收成如何 他的朋友说 现在还好 但是他们有粉丝虫害 但我没有钱可以买杀虫剂 意思也就是说 我的豆子全部都会完蛋 我们全家人也都要饿肚子了 说到这里 他哭了出来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 罗南杜一边说 一边把眼泪吞了回去 就在那一刻 我决定 我一定要想办法帮助这些穷苦的人 那时的我才七岁 我家有十一个孩子 我排行第八 从小我就从我父亲身上学到 只要你努力 什么事都一定能办得到 只要你想 你就办得到 这句话 我一辈子铭记在心 我八岁的时候 我们家失去了农场 那年咖啡收成时 有整整一周都在下雨 所以我们得提早采收 所有的果实都要在短短两三天内摘下来 但我们没有人手 来不及摘的果实 最后全部掉在地上烂掉了 而为了要偿还贷款 罗南渡的父亲最后只好被迫把农场拍卖了 我们一无所有 罗南渡伤心地说 所以我母亲想出了做洋鱼片的点子 这是个很小的家庭生意 我父母和姐妹们一整天都在削马铃薯 炸马铃薯 然后装成一小袋一小袋 让我和其他兄弟一起拿去镇上 在举办棒球和篮球比赛的球场去卖 我们也会去电影院前面卖 因为很多人会聚在那里聊天 这个小生意救了我们全家 我们的洋鱼片大受欢迎 一开始我觉得很丢脸 很不想去卖 但是我从来没有表现出来 因为我知道家人需要我这么做 你卖了几年的洋鱼片 八岁 九岁 十岁 我都在卖洋鱼片 你怎么有办法一边卖洋鱼片 一边上学呢 我放学后会赶紧冲回家去 拿洋鱼片去卖 记得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告诉过我 我必须努力才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成为班上的第一名 但是我没有时间念书 我回家吃完晚饭后 每个人都累瘫了 所以大家都上床睡觉去了 只有我一个人还醒着念书 我母亲经常会在半夜里醒来跟我说 你该去睡觉了 我会跟她说 我的功课还没做完 我脑中谨记父亲的话 我得努力才能得到我想要的 所以 我在卖洋鱼片的同时 也是班上成绩第一名的学生 记得有次我把钱弄丢了 感觉糟透了 因为我得两手空空地回家 我把装钱的袋子 输在一个地方 然后跟其他人玩了起来 有可能是其中几个小朋友 把钱给偷走了 等到我发现时 已经太晚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难过 我母亲看到我哭着回家 她对我说 你要更小心 更有责任感一点 因为你的失误 会让全家人都会受到影响 那段经历 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小时候的罗南杜 只有一双鞋 两件T恤 两条裤子 当洗好 还没干的衣服裤子 晾在院子里 罗南杜就穿另一套衣裤 罗南杜也和我聊到 她受教育的过程 这让她来到美国 最后和她的一生挚爱 琳达结了婚 琳达也是自然学家 罗南杜的同僚 他们都同样热爱土地 森林和地球 并且一同致力于 疗愈这片土地 琳达死于卵巢癌 不过在过世前 她继承了一笔家族遗产 而现在 这份经济保障 让罗南杜能够利用 另外一种方式来疗愈大地 也就是 她钻研了多年的量子处疗 我一直在学习 并关心该如何帮助 身处痛苦中的人 特别是那些有麻烦的人 这让我无法累积财富 不过我也不需要钱 我怎么样都可以过活 这些年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 所以我在想 自己活在世上的目的 是要来帮助其他人 而不是要变得富有 我小时候 一直很想打网球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让我了解到 小孩子的运动是多么重要 如果我有钱 我就会建一座溜冰场 我想要让孩子们 特别是那些穷小孩 能够尽情享受 溜冰场的乐趣 不然他们永远 只能在电视上 看到溜冰场 我在想 是不是贫穷 让你的心胸 能够如此开放 没错 他说道 贫穷 给了我机会 去为其他人做点什么 好让他们 重展笑颜 和人分享 我所拥有的 无论什么事都好 现在再回头看 你有什么感觉 我并不觉得难过 只是在读到 穷人受苦的相关资讯时 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觉 我所经历过的日子 让我了解到 穷人要受的苦有多大 我很高兴 这段经历 让我对金钱 看得很淡 感谢观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以的 请观看 解采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金钱 有所在 感谢观看 没有 有所在